HELLO,2019年7月26日,各位万迷早晨,欢迎来到今天的万迷早晨节目 今天主要讲两个大题目,一个就是昨日以至长波有些后续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 另外也想多说一些关于我们年轻球员的情况 今天的资料很感谢,留言自己的group提供,也感谢晚报编辑部也有提供 另外也有个别的网友给我们一些资料 首先谈谈昨天的长波,一完之后就有一个breaking news 就是说苏斯克查,这个好像是sky sports的资料人士说 苏斯克查已经表明和牧仔说了一定要签网里斯特承的哈利麦加亚 我想拜利可能是伤的因素,也可能看到我们的后房也有不少的漏洞 这个究竟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这是天空体育的消息人士报道 也有位卖民朋友跟我说,他收到一些疯狂,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老实说,这个真是无可考究,不过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什么呢?其实麦加亚和班努菲安迪斯 都可能已经差不多谈成了,不过不早宣布 因为太早宣布的话,我们的曼联球迷也会要求再签多些人 所以拖迟些才宣布,因为高层就觉得 今个夏季如果签到4个球员,已经是非常之好 即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成了的就是占士和文匪沙卡 有两个,理论上可能已经可以宣布,但就禁止不宣布 等到迟些才宣布,等球迷都接受这件事 这个我觉得是,当然有可能性,但一定是猜测 我们暂时都未见到有什么证据,因为说真的 除了麦加亚之外,除了班努菲安迪斯之外 也还有沙维,传闻也还有比比,昨天还在说 究竟会不会4个都签完,今次签6个人呢? 当然我觉得没什么可能,但根本是想签4个 不过就不说呢?老实说,我的看法就是 这件事是不着数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真的好迟先宣布,就越迟先至融入球队 苏斯克查也不会上升,对吧? 假设这两个已经签到,假设麦加亚和班努菲安迪斯 其实大队是从亚洲回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归队操练了 距离8月10日的开季,其实还有一段日子 但如果你说迟些才宣布,即是迟些才开招 那就是找来搞?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可以理解,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 就未必成立的,如果你问我 起码苏斯克查也不会赞成 OK,好,继续了 这场球,首先恭喜马仔 马仔就是这场球的最佳球员,man of the match 的而且表现比之前的几场好,最重要当然是进入了一球球 我相信一定程度上可以帮他取得man of the match 其实不要紧张,这么多年轻球员,每个轮流都不迟 我觉得是好东西来的,OK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照片 好像是Mirror,Mail,Mail的照片 给予Credit,Mail,Mail 大家看看,应该是丹比利还是Barenka 踢James,17号 然后再起身,一脚踢下去 大家看看 所以麦汤和彭丽娜,我昨天在拍拖北角度也说过 这些就是热血 麦汤和彭丽娜这些 要争取我们的权利 不断被人踢 另外拜祢 两件事都说一下 因为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报纸 这个是 看不出什么报纸 就报道 好像Tino 代表球员 和曼联的球员道歉 真的 这个应该就是赛后的记者招待会 记者就问及 为何你的球员 踢得这么矛 拿黄牌的球员包括 Deliali Tangganger 和彭丽娜 我们的彭丽娜都拿了 王牌2比1 2次赢 比数是我们赢 2比1 好了 保智天佬说 是的 是真的 我自己也有点不耐烦 关于这个情况 当然 当你很热的时候 有时 你也会比较来得迟 即是说 截球时 迟了 有时 这些事情就会发生 他就说 我代表 我们的球员 和曼联的球员 道歉 这个不是故意的 有时 当你截球或铲球 如果是慢了 就会发生 说真的 如果保智天佬是真心的说 我也觉得 懂英雄做英雄 老实说 你肯代表球员 说一句 对不住 或者道歉 作为领队的风范 这是一件对的事 但是 我昨天拍大把角度也说 热刺 说真的 过勇不是一件很新奇的事 但是 也吻合了 我昨天拍大把角度 说 感觉上热刺的体能 或者状态 完全在曼联之下 抱歉 抱歉 天佬自己也说 他们的球员真的慢了 所以引致这么多冲撞 OK 接着 就要形容 说一下 苏瑟也说了 拜尼的受伤 其实也未知是如何 因为 他说 他应该扭到膝头 但是 要做一些照 照的 CT scan 等等 要做素描 才知道 他说 这个情况不太理想 所以 这个拜尼受伤 亦都可能间接 令到 苏瑟一察 可能真的 真的不知道 可能真的跟牧仔说 喂 要买多个后位 不够用 OK 究竟是如何 就真的要 看看才知道 看看是否 是否已经买了 香港禮物怪 但未公布 还是如何 所以 这个 昨天的 这场球 其实 都是这些 跟手 究竟要看看 如何 好 接着 再来 再来 接着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看看 我们的年轻球员 在这四场 热身赛里面 的入球 1比0 那一球 对柏斯江辉 就是福仔的入球 大家记得 在禁区里面的 左手边 偏左 不是左手边 也是中间偏左 一脚 左脚射 右边的死角 淫妄 另外 中仔 就是4比0烈斯 那球 那球 怎样入球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2比0 那球 就是柏斯江辉 2比0 就是柏斯江辉 就是他一出场 中仔 在禁区里面 自得一脚 另外 就是Mason Greenwood 对国际米兰 唯一的入球 这球 大水炮 也做了一个 replay 不需要再重复 Mason Greenwood 对列斯联 第一球 又是他 然后 彭丽娜 对热刺 第一球 就是彭丽娜 助攻 是马仔的球 马仔 不是清分 但也是延青 2比0 第二球 福仔 又是 列斯联 2比1 那球 Angelo Gomez 表弟 列斯联 3比0 那球 又是 彭丽娜助攻 即是我们清分 只计我们清分的年轻球员 有 1 2 3 4 5 6 7个入球 2个助攻 OK 再算一算 我不算福仔 因为福仔和阿帕尼娜 上了一队都比较久 今年才正式提升上一队 包括中仔 Greenwood Guard 表弟 竟然有 1 2 3 4 5个入球 赢了4场球 5个入球 所以 说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早晨 多久 我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不停说 有班年轻人 正在上来 他们的提升速度 是多快 我真的不敢说 但是 暂时来看 都真是多乐观 OK 不过 也要说回他 就像昨天我所说 这个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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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一件事 就是看他们 去到英超 真真正正 来了 究竟 他们可以做到多少 因为始终 在这些热身赛 都未能完全作准 但是 看到他们的配合做得好 有些1 2 无求走位 这方面 一定是乐观 一定是乐观 也希望 像素斯阿茶所说 或者蜜汤所说 是不是蜜汤 好像是 还是Greenwood 忘记了谁说 就是说 他们可以逼到一队 都要教出真功夫 都要踢得近力 做到真的好事 这就是万联之福 量胜竞争 从来一队球队 都是一件好事 也要补充一点 我昨天说 苏斯阿茶未有一个 正选11人的情况 我就说 可能还在试试不同的东西 再加上 我今天就更加可以 再说一句 可能更加乐观 就是 其实 那些二十多个球员 是不停 很容易地 做轮换 为什么 因为每个球员都很清楚 当他被委任 哪个位置的时候 应该要做些什么 而那些位置 多数都是他们擅长的位置 但是他们也很清楚 由于我们的球队有二十多个球员 每个都这么高 大家都要竞争正选位置 而且大家都会在其他球员 包括停赛或霜 或霜 时 挺身而出 这就是 希望苏斯阿茶和我们 教练团队 可以做到的气氛 做不做到 未知 因为很快就知道 英超开朗就知道 当然了 英超开朗之前 还有两场熱身赛 即管看看苏斯阿茶同期 教练团队 做到多少 好 真的要多说一些 年轻球员的续约 或者转会消息 OK Mason Greenwood 我也说过几次 大家这几场热身赛 看到他表现了 大家知道他现在 他现在周身是多少钱 一个星期呢 是800 喂 不是800万 是800磅 一个星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年17岁 就签了职业合约 当时来说 是800磅 一个星期 现在也是 OK 这里做了一个比较 有华山齐士 有50万磅 其实是35 OK 这个是MIRROR的报道 他就说 英格兰U18 据文 除了100磅 一个星期 他每一场一队 都会有5000磅 即是说 这两个星期 他就有5800磅 不是 如果他两场也有出 就有10,000磅 OK 因为上个十月 他刚刚签第一张药 这个也是他得到的报酬 但这件事很快会改变 因为来到十月 当他足够18岁的时候 现在普遍 至少MIRROR 就相信 曼元一定会再和他继续 或者做一张更好的药 令到他更加有心留下 这个MIRROR 就据他们奥脱福的消息人士说 他不是赚很多钱 现在是800磅 一个星期 但始终每一出场 就有5000磅 对于他来说 也有很多钱 对于他来说 所以 Sociata 就想他 专心在他的足球 他的足球 现在的足球 真的非常非常好 Greenwood 亦在6岁已经开始 1,000磅 一直在梯队 不停跳升 我想说什么呢 除了 我相信 到了18岁 即10月 可能真的会继续 这件事 也没什么大疑问 希望做一张比较长的药 令到他安心 一路踢球 亦有一定的 比较适合的回报 但是 还有一个 我想说 这个情况 由800磅 当他继续 的时候 他大约的 range 会是5万磅周身左右 大约 根据我们以往 看到福仔 或者联加特 他们的情况 其实3至5万磅周身 我认为他能够得到5万磅周身 最少 好了 这件事 正正就是 Nikki Butt 或者其他师兄 要帮忙的事情 因为 你想想 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 当然 他家里能够帮到他 是好 可能也会帮到他 但是 就算是他家里 或者他 突然间有800磅 一个星期 一个平常人 的人工 去到一个 就算是3万磅 或者是5万磅 一个星期 都是一个超级巨星的人工 老实说 有多少人 可以拿5万磅 一个星期 这件事 是需要认识的 Nikki Butt 正正就是 在这方面 要帮助 球员 和他的家人 如何好好地 去处理这些金钱 真的 有点 叫突如其来 的金钱 OK 因为 我们看到很多 球员 往往 在这些情况下 就失去自己 答 哪个我不说 但是我们见过不少 这些情况 所以 我觉得 这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我昨天 还是前天 说 Nikki Butt 的新任命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 这些年轻的球员 突然间 跳升得很夸张 不是每个人能够 适应到 或者在这方面 做正面的回应 所以 我就很期待 希望 Nikki Butt 真的帮到年轻球员手 和他们的家人 去适应 这些改变 亦希望 这些改变 令他们更正面的事情 發生 OK 希望 Nikki Butt 看重你 最后再说多一个 就是Dean Henderson 我们一位年轻 非常有潜质的门章 Sky Sports 就说 他应该真的会 回到石飞链 借用多一年 因为 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和 迪基日的续约 应该是 挺稳定的 不过 我开麦前 刚刚查过 石飞链 未有宣布 但是 石飞链的球员名单上 仍然保持Dean Henderson 这个名 但是 没有宣布 借用多一年 所以暂时 是不是100%肯定续约 我也不知道 但是 Sky Sports 布图德 和石飞链 都没有除了他的名 继续在球员名单上告 应该是好事 我自己觉得 这是好事 因为 如果迪基日真的在 又有 罗美露 他最能力 都是排第三 排第三 正常比赛 也没什么机会出 正常比赛 石飞链 刚刚带着石飞链 和石飞链一起 升班 上到英超 既然有一年 英超正选的经验 何乐而不争取呢 我绝对觉得 是一件好事 相对来说 Transebi 杜安沙比的道理都一样 如果麦加亚真的来了 我真的觉得 他可以和他一起升班 的维拉 借多一年 拿多一年的英超经验 过多一年才再回来当手 更为之完美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识了几次 我认识了几次 大家也熟悉了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 大家的看法 因为Din Henderson 和Transebi 这两位球员 仍然有机会 外较出去 OK 连续几日也有很多 影片 今天是短短的 我如无意外 明天或后天才会 做万万有四 这场球 OK 今天多谢各位收听 收睇 明天再读大家 拜拜 各位早晨 可能是世界上最乐观的 万联平台